就算是坐在轮椅上 轮椅舞舞蹈国手黄奕荣 与郭文生仍然挥洒自如 就像一般人一样 但是更加行云流水 精彩表现 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身心障碍者只要努力 其实人生也可以充满阳光与希望 12月3号是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为了让民众认识与贴近身障者的人生故事 新竹市政府以运动为主轴 规划了三大系列活动 要让民众认识并尊重多元文化的差异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身上的朋友 其实从出生开始 就比起一般的市民更加的辛苦 人生的历程上有更多的挑战 那不过呢 我们可以藉由政府的一个协助 家人的协助 朋友的支持 都可以让他们活出自我 更有力量 活动更邀请到今年 参加东京帕运的两位优秀国手 陈亮达与田晓文一起前来参与 田晓文是桌球选手 她用自己喜欢的紫色 画出衣服紫色渐层的星空 以此来隐喻自己的心路里程 我这次的作品就是刚才 像我刚才讲的就是 天空代表就是可以让我觉得很安心 很放松的地方 然后星星就是代表 希望我也是可以成为最闪掉的星星 然后旁边的星星就是我的家人 或者是我的朋友 还有我的教练 那一路陪我走过来的人 就会觉得说你身边不是没有人 而是说很多人跟你一起奋斗 跟你鼓励这样 陈亮达是游泳国手 他三岁就被家人带去学习游泳 今年19岁的他已经有16年的游泳经验 他的艺术创作品就是蔚蓝的图画中 中间画上一条色彩绚烂的带状条纶 就像他跳入水中游泳一样 活出自己缤纷的色彩 这次的作品我要就是表达的是 蓝色代表的水海洋 然后在里面可以很自由自在的感觉 然后那些就是中间那部分的色彩 是代表游泳啊 然后还有肢体的障碍 带给我一些不一样的人生 就多彩多姿的感觉 田小文与陈亮达天生身体就有残缺 但是他们并不像人身妥协 勇敢努力追求希望与光明 他们也希望把自己的故事 与更多人分享 激励社会大众跟他们一样 要活出自我勇敢追梦 凯博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